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避开了张艺山,避开了邓伦,避开了秦俊杰,却没有避开他。 杨子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演技的一个演员,而且从出道开始,杨子一直以来都非常兢兢业业的工作, 在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在训练自己的演技,并没有接拍电视剧,而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杨子才慢慢地接拍了电视剧及电影的工作, 也正经过四年的锤炼,杨子的演技也是越来越好。 就在前几年,邓伦和杨子已经合作过多次了,从花飞花物飞物到欢乐颂再到去年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杨子和邓伦已经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很多网友都特别希望两个人可以在一起, 而且还组成了一个CP粉,但是两个人只是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并没有任何想要超越朋友的关系。 杨子从小到大只公开过一个男朋友,那就是秦俊杰,两个人在公开恋情的时候很多网友都表示纷纷地赞同, 还有更多的网友祝福他们两个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突然觉得不太合适就分手了, 这也有很多网友表示非常的遗憾,如今的两个人也已经形同陌生人,很少再出现在同一场合了。 但是杨子对于高亚林的感情,一直都是非比寻常的,因为两个人曾一起合作过电视剧《家有儿女》, 在剧中高亚林饰演的是杨子的爸爸,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杨子也一直管高亚林叫爸爸,而且高亚林在杨子成长的道路上也帮助了他非常多, 所以杨子非常感谢他。 香蜜播放量突破200亿,评分出奇的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自从看了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后,小编就再也不想看其他类型的古装玄幻电视剧了, 因为小编笃笃定地认为,其他类型的玄幻电视剧都没有,香蜜沉沉浸如霜精彩。 先不要急着喷,小编说这话是有事实依据的,根据2021年最新的数据显示, 香蜜沉沉浸如霜在各大媒体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0多亿, 而且各个平台对香蜜的好评以及评分也是出奇的高, 高到即使到了2021年的今天,都没有一部古装玄幻电视剧能够企及他的高度。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好评如此之高, 播放量如此之大呢?原因如下, 男女主角的高颜值和出色的演技,导致香蜜沉浸浸如霜想不火都不行。 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能够吸引观众们观看的原因首先来至于男女主角的颜值和演技, 因为这两个方面是能够带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的, 观众们往往会因为自己心仪的某个明星主演了某部电视剧的主角而去追剧, 然后又因为主角的高超演技而彻底地爱上这部电视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在看了香蜜沉沉浸如霜之后, 被邓伦和杨子圈粉了? 邓伦的颜值还是特别抗揍的, 单凤眼、高鼻梁、 外加一副百看不厌的精致小脸庞, 对广大女性同胞来说, 算得上是一份视觉上的福利了。 而在演技方面, 邓伦也同样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无论是在花界还是在仙界, 亦或是后来去了魔界当上魔尊, 邓伦对不同时期, 不同身份的状态都拿捏得非常好, 特别是他和锦蜜在剧中的互动, 既搞笑又让人感动。 至于女主角锦蜜, 锦蜜是由杨子饰演的, 她的颜值介于美丽和可爱之间, 虽然不属于惊艳爵士的那种高超颜值,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了。 对于杨子而言, 她的出彩属于颜值和演技方面的融合加成, 不错的颜值再加上高超的演技所形成的化学反应 将紧密在各个时间段的人设树立得非常好。 例如在画阿界时的呆萌单纯, 在仙界时的俏皮和搞笑, 以及后来吐出允丹成了正常人时候的坚强和无畏, 都让观众们深深地记住了这个让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女孩。 这么两个高颜值,而且演技出色的男女主角, 在香蜜中的精彩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真心地希望闹剧荒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 不要因为名字的原因而错过了一部优质的作品哦。 因为香蜜沉沉浸如霜是一部特别走心的电视剧。 如果你能够静下心, 细细地观看香蜜沉沉浸如霜的话, 你一定会发现, 原来香蜜是一部特别走心的电视剧。 为什么说香蜜这部剧很走心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跟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三个方面了, 即、爱情、健康和事业。 很显然香蜜沉沉浸如霜是一部跟爱情挂钩的玄幻剧, 主要描述了续缝和紧密之间的爱情故事。 他们俩之间的爱情既高甜又凄美, 估计只要是看过香蜜的观众们, 都会对他们俩在仙界和魔界的虐恋剧情记忆犹新。 但你要是觉得香蜜仅仅只是描写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香蜜这部剧还具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就是情感代入。 感情代入其实很好理解。 对于喜欢观看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女性观众来说, 他们大多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位像旭凤那样的中犬男友, 无论何时何地,始终倾心于女方。 爱女方之所爱,忧女方之所忧, 简而言之就是一辈子护着她,爱着她, 还高颜值的一位男朋友。 而对绝大部分的男性观众来说, 对于像紧密这种呆萌、可爱、 痴情又单纯的女朋友也是极度渴望甚至是毫无抵抗力的。 试想一下,女朋友长得漂亮, 还对你痴情,并且两情相悦, 对于男方来说,那做梦都想拥有的。 所以,从男主和女主的人设来看, 他俩的人设满足了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对另一半最美好的幻想。 但幻想之所以被称之为幻想, 就是因为这种想法很难实现, 所以观众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情感带入到旭凤幼或者是紧密的身上, 从而愈发地觉得香蜜沉沉浸如霜太精彩, 精彩到无法自拔。 香蜜沉沉浸浸如霜的演员配音和台词对话的精彩片段超级多。 不得不承认,男女主角的配音以及俩人之间的精彩对话所形成的整体效果 为香蜜这部剧增光添色了不少。 就配音而言,杨子给紧密的配音太让人有代入感了, 他的声音不同于其他仙霞剧角色里的那种四平八稳, 而是在单纯、蠢萌、活泼和正常人之间自由转换的那种。 而给旭凤配音的邓伦,其声线也有着他独特的特点, 无论是霸气还是温柔, 亦或是在和紧密互诉中常识的真情流露, 无不让人叹服。 因为配音出色的缘故, 小编一度觉得看旭凤和紧密的对话更像是一种享受。 例如旭凤和紧密在天界的时候, 紧密由于误食了猪雀的淡肚子疼痛难耐, 而被旭凤治疗好训斥之后的一段呆萌Rab。 人家是葡萄吗? 人家生在土里, 人家不是生在水里, 人家以为猪雀是猪的亲戚, 没想到是火的亲戚。 这一段呆萌Rab, 看一遍就让人笑一遍, 直呼小孩心性。 还有后来旭凤和紧密去凡间历劫的那一段, 两人之间的对话也是超级搞笑, 最典型的一段就是紧密被旭凤召去王宫第一次把麦石说的话。 王上实在无需挂虑忌惮, 臣虽然是位女子, 但首先是位医者, 其次才是女子, 而自古便有医者无性别之说, 所以王上大可不必避讳, 免言说句大不惭的话, 臣在此方面见群颇风, 惊于专言, 恐怕这世上无出其佑者。 这话把旭凤给说得一愣一愣的, 而作为观众, 更是被紧密那一本正经瞎说大胡话的样子给笑得差点差了气。 类似于以上俩人之间的精彩对白, 还有很多很多, 在这里小编就不仔细剧透了, 毕竟说多了也就没了意思, 精彩片段嘛, 还是得自己观看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确实是近一二十年以内看过最好看的一部仙侠剧了, 可惜精彩的电视剧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期待邓伦和杨子的再次合作, 也期待《香蜜沉沉浸如霜》的第二部尽快播出, 最关键的是别换男女主角, 换了其他人眼旭凤和紧密, 即使男主长得再怎么帅气, 亦或者女主再怎么得漂亮, 也不可能有邓伦和杨子那样演得精彩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